既然晓得一切现象都是虚妄的 都不是真实的 就没有成见了 没有成见才能够随喜共同 恒顺众生随喜共同 佛菩萨都没有成见了 你一切众生 你怎么说这么好的 佛都能随顺 佛一点都不勉强你 你造山升天堂 你造卧下地狱 佛很清楚 但是佛不阻挠你 你喜欢那样做吗 那有什么法子 到你几时真正觉悟 向佛请教了 他就教你 你不向他请教 他不教你 为什么 教你不肯接受 那就造罪业了 我们求智慧 学佛就是求智慧 就是把自己 自性里面的智慧 把它挖去出来 挖去出来 像这个宝藏一样 它在矿山里头 把它开发出来 这个开发 就是放下 放下 对世出世间 一切法的执着 你的智慧就开始 显示 显示出来了 开始往外涌 不多 这个在佛法里面 称为阿罗汉 阿罗汉所得到的 是真一句 真就是智慧 那继续不断的 还得放下 我告诉同学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养 放下贪嗔痴慢 放下无忧流程 到什么 到什么阶段 给诸佛说 到佛教的门口 没进去 这个诸佛要知道 不要以为 我像放下 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 才到门口 没进门 那进门 都要用佛的标准 所以我说的是方便 帮助你先到门口 然后你自己再跨进去 真正进门 那就是经上常讲的 见死烦恼 见货要断掉 你很多错误的看法 你要放弃 错误看法很多 佛把它归纳为无类 那第二类的说 神业 放下知道 神不是自己 神是什么呢 神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呢 就转过来 衣服 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身体像衣服一样 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所以身体 用个几十年 不好用了 再换一把 就像衣服 穿脏了 你很欢喜 把它脱掉 换一件新的 这一关 突破了之后 你对于生死 就没有恐怖了 不换一件衣服而已吧 没有恐怖 给诸说 你这个衣服 就越换越漂亮 越换越好 贪生怕死 那就越换越坏了 这佛对我们的 论德就很大了 我们了解真相 神不是自己 不要为这个身 其贪嗔痴痴慢 就错了 他不是自己 第二个 要放弃 对立 佛教的名词 叫边界 免边 我们现在讲对立 大家容易读 这个对立 是所有烦恼 罪孽的根源 因为宇宙之间 在发性里面讲 没有对立 找不到对立 整个宇宙 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 你把它分成对立 这就错了 不能分 所以《金刚经》 一开端告诉你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四句话讲得好 四项力量 它是整体 一体 你怎么能把它分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我们要学 不跟一切人对立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为什么 他们一样 他们一觉悟 我现在明白了 我觉悟了 我要再跟你对立 不又迷了吗 所以没有对立 跟人不对立 跟事不对立 跟一切万物都不对立 跟山火大地也不对立 为什么呢 一体 它是我的一宝 都是自信自信 像还原观里面讲 从一体 其二用 虽其二用 二用还是一体 那 二而不二 性相一如 性相不二 那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那么第三呢 放下沉浸 沉浸 自以为是 中国人常常说 某人沉浸 很深 那沉浸 执着 那沉浸有两种 一种是因上的沉浸 一种是果上的沉浸 在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的众生 都有 恨知识 这是严重的知识 自以为是 这是错误 为什么错误 佛在经常常说 凡处有相 皆是虚妄 既然晓得 一切现象都是虚妄 都不是真实的 就没有成见 没有成见 你一切众生 你怎么说这么好 佛都能随顺 佛一点都不勉强你 你造山升天堂 你造物下地狱 佛很清楚 但是佛不阻扰你 他说 你喜欢那样做吗 那有什么法子 到你几时真正诱误 向佛请教了 他就教你 你不向他请教了 他不教你 为什么 教你不肯接受 那就造罪业了 这个是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 行事出来的 那就是真实的 对门 真实的 想 阿密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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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左